接下來就準備發放年終獎金了 今年您的期待值是如何呢 普遍來說 像是銀行業跟金融業 大概都是六個月起跳到十個月左右 而接下來呢 最讓人羨慕的就是貨櫃雙雄了 這年終獎金 應該都是上看二十個月相當的不錯 但是反觀來看看 餐飲業受到疫情的衝擊 有一點慘 這個大概呢 就是有半個月的獎金 真的是年終兩樣情 年關將近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大家苦哈哈 那年終獎金 老闆會不會發 都沒有講 公司都很保密 反過媒體產業通常都不是很高 有一個月兩個月就要脫笑了 對不對 大家很羨慕 但是沒辦法就選擇了這個場業 每到八年之後 才知入錯行 資訊業 媒體業 今年最多領個一到兩個月 然而看看銀行業 包含合庫 義銀 華銀等三家行庫 今年員工所領取的平均年終獎金水準 確定會超過七個月 而兆豐 張銀 還有台契銀等 也渴望拿到六個月 而金融業包含像是富邦金 台信金最高也有超過十個月 正於半導體產業 台積電的年終加上分紅 渴望拿個百萬紅包 年電一整年下來 可領十八個月 另外 氣敵聲響航運楊帆 航運三雄今年業績亮眼 歲末年終當然也回饋員工 傳出長榮海運 年終獎金至少十個月起跳 萬海也有八到十個月 陽明年終加上分紅又旺達七個月 這下真的讓許多產業的員工好羨慕 不過當然也有很佛系的老闆 算是活動行銷 就算沒有發也要包個紅包 因為大家也辛苦了一年 就算公司收入少 還是感謝員工這一年來的辛勞 雖然給的不多 也許還是會讓員工覺得很甘心 華誌新聞莊與張昭月台北報導